1392年,李承贵推翻了高丽王朝,创立了朝鲜王朝,并自立为王。 自此,半岛掀开了李氏朝鲜的帷幕,整个李氏朝鲜一共出现过27位国王。 但是要说哪位国王最为后人所敬仰,那一定是他们的世宗大王。 那么世宗一生有什么样的功气呢? 李陶是太宗李方远和元晋王后敏氏所生的第三个儿子。 由于朝鲜的继承制也是敌仰子制,所以李陶按宗旨制度只是被封为中营军。 不过被立为世子的李提,由于不喜学问,喜好生涩,因此并不得李方远的喜爱。 反而酷爱读书,才学甚高的李陶让李方远最为赞赏。 1418年,由于李提失德,因此在朝鲜们的建议下,李方远废除了他的世子之位。 立谁为世子呢?按低长子继承制,应该立李提的长子为四。 不过李方远又担心会发生宗主国明朝,静难之意那样的灾难。 所以他把问题抛给了朝鲜们,朝鲜们果然不同意。 让李提的长子做继承人,他们异口同声的劝说道, 大王对世子劝接很多,可是世子还是这样的德性。 再说,哪有父亲还在就封儿子做世子的呢? 李方远见朝鲜们如此,心里很高兴,这才提出要立李陶为世子, 并称他三福天和三九天都日夜读书,且对重视十分了解。 每次有棘手的问题出现时,李陶总能给予别人想不出来的办法。 朝鲜们也很认可李陶,认为他如果继承了王位,一定是位贤明之君, 就这样李陶被立为世子。 不久,李方远由于身体有恙,将王位善让给了22岁的李陶。 而他虽退居太上王,但还是把持着军事大权, 对朝纯事务的裁决上多有影响。 李方远做太上王长达四年之久,不过李陶却并非傀儡国王。 他在登基后为了平定沃寇,在经得李方远的同意后, 发动了几害灯争。 由于他指挥得当,不仅打死打伤,沃寇众多,还将沃寇首领服录, 给一直在马岛一带猖獗的沃寇一击重创,也因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李陶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国君,他在位时对文化、科技、经济和军事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革,朝鲜的军事和经济都空前繁荣,特别是文化改革更是意义深远。 后人称它为海东尧顺,那么李陶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呢? 一、安定边境。 在几害东征后,为了边境安全,李陶访明朝设立四镇六郡加强边防。 同时为了研发新武器,李陶还向明朝请教、火药等方面的制作方法, 并请来明朝武器制作专家吴瑶传授火器的制作方法,成功地制造了很多火箭和火炮。 随后,李陶又调兵前将将盘踞在朝鲜半岛东北部一带的女真乌迪哈部罗击败, 从而加强了对东北部的领土控制。 二、重视农耕。 李陶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曾让人整理朝鲜半岛各地的农耕技术, 让更多的农民学习到新的农业种植方法。 同时,他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不但大大的降低了农民税, 还将宫里盈余的储粮分发给穷人。 三、重视科技。 当时,宫中有个叫蒋英石的发明家, 他的才华早在李方远在位时便得到了重视, 但他由于出身寒威,因此只是将他招入宫中,但没有给他官职。 李陶对蒋英石很重视,不顾两班朝臣的反对, 给他授予了官职,还鼓励他多做发明创造。 蒋英石在得到李陶的鼓励后,先后发明了朝鲜人自己的水表, 魂天仪和日轨。 随后他又发明了朝鲜第一个雨水测量剂。 四、殉民正阴。 李陶看到朝鲜国一直沿用汉字书写倒住文言分离, 但受古之的影响,唯有贵族和士大夫才有资格学习。 所以举国上下十字的人少,文盲很多。 出于民族自尊的心理,李陶决定创造朝鲜自己的文字。 然而当李陶提出要创造文字的提议时, 却遭到了儒家学者们的一致反对。 原来他们担心新创的文字会影响到他们的地位和利益, 因此纷纷指责李陶的做法是以一变下, 事实文化落后的做法。 不过,李陶立派众议, 最后还是和郑林子、陈三问等大臣创造了朝鲜文字母, 并于1446年编成殉民正音,让百姓学习。 古代的朝鲜民众会认汉字, 但是中文和汉字是极其难学的, 所以新罗的统治者发明了利读。 但是这种文字的学习, 呼应于学习英语,用汉语诸音, 所以对于学习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 朝鲜失踪李陶想要创造一种适合于自己民族的发音体系和发音习惯, 并且能清楚标记汉字发音的文字。 但是后来的朝鲜民族出于民族自尊感, 认为李陶创立艳文是因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 以及韩国国力不断提升的现实, 导致想要摆脱中国的附属国地位。 特别是结束汉字,对于朝鲜文化的垄断和侵略的考虑, 无论是李陶处于哪种目的, 李陶命令集贤殿的学者, 郑林旨,崔恒, 普彭年, 申书舟等, 开始创制迅民正音, 并且亲自参与艳文的制定和修改工作。 终于在1443年12月完成了迅民正音的创制工作。 迅民正音, 记忆系统的包含朝鲜语音全部发音特点, 还非常的一学一懂, 据说聪明的人一天就可以学会, 笨一点的人也用不了半个月就可以会。 李陶的改革也触动了很多旧贵族的利益, 虽然很多改革措施让李陶树敌无数, 但是李陶却没有死予非命, 而是寿终正寝。 李陶生于1397年, 足于1450年, 享年54岁, 虽然在今天看起来这个年龄确实是小了一点, 但是在六七百年前的朝鲜来说, 这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死亡年龄。 李陶的死亡年龄其实从其父辈、 祖父辈来看算得上是正常的。 李陶的父亲太宗李方元, 生于1367, 足于1422, 享年56岁。 李天的祖父李承贵, 生于1335, 足于1408, 享年74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李承贵是在1498年, 就开始当上了悠险的太上王的。 在当时来说, 李承贵的瘦数已经算得上是极高的瘦数了。 据说长寿与否是可以遗传的, 如果从其父亲李方元的瘦数来看, 李陶的死亡年龄应该属于正常。 另外, 在朝鲜历史上的所有技术中, 没有证据显示, 李陶是死于非命, 所以李陶应该是寿终正寝, 而不是因为锐意改革, 革除击毙等原因, 被守旧势力阴谋害死的。